《十地品》《十地品》 各位同修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继续讲十地品 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了欢喜地 我们时时刻刻保持内心的欢喜 特别我们谈到了愿行果 在愿里头我们感觉到欢喜 在我们的行里头也要感受到那一份的欢喜 果在我们所面对的努力的果里头 我们也能够领会到那一份欢喜 愿行果 我们有时候常常碰到生活中的一些果 我们常常没有感觉那个果去欢喜它 我们打开很平均 你三餐吃个饭 这是你有这个果 但是呢 你会觉得要吃饭先行 有什么 不 如果 你真的要享受这一份乐人果 我们有时候觉得说 今天这世界 我们这社会还蛮安详的 我有一些在国外的朋友 他们都跟我讲 台湾的社会真的很安详 我说是啊 但是你也没有为这个安定祥和的 这个社会 你感觉到一种欢喜呢 我们忘了 我们忘了 其实愿行果 我们不断有新的愿 愿力 在那里感受到那一份欢喜 在那里行动里头感受到那一份欢喜 在那个果里头我们感受到欢喜 所以时时刻刻抱出的一个欢喜地 各位 你把它想一想 你此刻也可以做一个实验 你先吸一口气的时候 你感觉到吸进来的气 你是从你的顶叶吸进来 从你的脊椎 这两侧 从你的脊椎进来 然后从尾椎那里上来 到你的当天 然后再把它吐出去 那你觉得 就是在宇宙中 你感觉到吸进来的 那个空气呢 是清凉的 而且呢 是丰富的一种能量 进入你的心灵世界 你把它吸进来 这样 从宇宙里进来 放松 然后再从 当然 你的灵堂再把它吐出来 可是你在吐出来的时候 可是 我们同时把这个气呢 散到我们 这个 五辅内战跟四肢 各个地方 再把它散出去 只是这么一个简单的 很专注的 基本上 基本上 你把它放在西里 然后你会觉得很轻松 然后你想着 嗯 嗯 欢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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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觉到 这个能量进入你的身体 你感觉到很欢喜 欢喜不是很激动 而是内心里都很祥和 很乏喜充满 你能根据心定下来 我们有时 这个 有时候出去 他郊外 你看他一张风景很美 然后你会很自然的吸一口 哦 这里风景怎么这么漂亮 就是 那个感觉到风景很漂亮的时候 那个地方 其实也 那个能量也真的会进入 你的心灵世界 但是如果 我在那个地方 还是被一些 纷繁的事情给绑住的时候 啊 这有什么多漂亮 九条龙空 有些多漂亮 那能量就不会进到他的 心灵的世界里头来 那我们跟宇宙之间 这个能量的一种交流 那么 这个 他们常常讲接地气 接地气 接地气本来 这个名词 是用在 这个身心能量的 这个运用上在讲的 但是呢 他们现在在限局里头 变成接地气 但是 接地气的道理 其实 是真的 在宇宙之间这个能量 我们身体 跟这整个的生活环境 不是变成一个孤岛 而是跟整个宇宙里头 可以相通的 这个能量 是可以到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来的 你得到它的欢喜 所以这个欢喜地的心地 一方面是身 二方面是心 我们这个 在这种感觉 让我们真正接触到 那么 这个 这个 我们 这个 产生了一种 片行真如 我 这个 平常生活当中 我到做什么事情 我都许许都有欢喜 片行的意思呢 就是处 作意 受 想 是 我们 片行 接触到的 是 但是 那个地方 我们都会有这个真如性 产生了我们欢喜 那今天我们接下来就要给各位谈的是离构地 我们的心地离构了 种种的污垢 种种的烦恼 种种的执着情染 我能够把它洗涤掉了 那么 这个部分呢 那么 我们说 这个离构地 离构地呢 那么 这个 我们呢 已经知道 在我们的 时信时柱 时行时回向里头 我们已经知道 有这个 如来法界的存在 我们也知道 除了我们的身体之外 我们的如来法界 现象界的背后 我们已经认知到 它有一个永恒存在的如来法界 虽然 我来人间 走到这个人间之旅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如来法界里头 我们也没有离开那个如来法界 不过 现在要真正的 内心里头 要把它清静下来 这个部分呢 就是 如果我没有把这些心 真正能够清静下来的时候 那我可能在我的平常 日常生活当中呢 那么 这个 我明明知道 有一个真如的如来法界 有我这个 但是呢 我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有时候 还是被陷在那些困境 陷在那些纷繁里头 那所以为什么要离构地呢 就是我的内心里头 在我的行为行持上 我平常我也会注意到 好好的训练我自己 所以这个离构地呢 他的最主要的就是以戒为师 也就是说 这个 这个生活的戒律 是从这个界 这个地方 来努力开始的 有界 我们才真正能够产生 这个 所谓的 离构 这个效果 我们在现在的心理学 或者是身心 心理学的一些研究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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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告诉我们 他说 你平常生活里头 你的待人 接物 你的自己生活 自己的一个 生活的态度 休闲 来自于自己的想法 这些东西呢 都有一套你的 每个人 这一套 纪律在那个地方 那些纪律 有的人养成得很好 有的人养成 并不好 有很多的冲突在那里 但是他告诉我们 他说 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的 这一套 纪律呢 他是 没有养成一套 互相矛盾的 那么 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种种的这些 这个 这个 潜产执着的一些摩擦 对 敌意 这些情绪的话 他说 我们的身体 也会受这样子的影响 身体 也变成了 有很多的 这个 这个 障碍在一个地方 那我等到我身体 一开始产生了这些 坏的 习惧的以后 回过头来 在我处理事情上 我的想法 我的思考 以及我的回应 也常常会产生有障碍的一个现象 所以 身跟心 这两个 几乎是没有办法分开来的 那么 所以 在这个离构地里头 它是告诉我们 我们内心里头需要 日常生活当中 工作 待人 节目里头 需要有一套戒律 这一套戒律呢 那么 这个 养成了 我们有了 这个很好的一个戒律的习惯的时候 我们 在生活上 我们才会健康 在身体上 我们 这个 生活上我们才会 这个 这个 我们 生活的 比较自在 那么 比较成功 工作上 也会比较顺利 我们 身体也会变得比较健康 所以呢 包括人的脑子的脑子功能 也会变得比较好 所以从 这个 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 这个佛法 那么重视这一律 而这个戒律最后是用到 我们的 这个 三十七道品 几乎是我们生活上 最根本的这个戒律 来努力的时候 那么 有了这些基本的戒律 我们的人生 自然而然变得丰富化 有智慧去解决很多的问题 那么 在这个 这个 要去行持这个戒律的时候呢 那 告诉我们 这个戒律去洗那个戒律 并不是死板板的去做那些戒律 你看到 我们讲义的 第204页这个地方 到205页这个地方 运入第二粒当起十种身心 我要去让我的生活 有真的能够持这个戒律 有纪律的去生活的话 他告诉我们 要有十种 内心里头 层层恳恳的心 一个是什么呢 正直的心 正直的心就是正向的 我想什么东西就是想的逃避 想的负面的 想的消极的 但是他告诉我们 我们是正 而且是真实 正直的心 第二个 柔软的心 我们讲说我们心要柔软 很多人以为柔软 自己不能做决定 这个优柔寡断 叫柔软 不是 柔软就是比较soft 我们常常讲 在心理学上讲soft power 我有这个软实力 soft 这个柔软心 你有了这个柔软心 你的生活纪律 才能够培养得好 你那个柔软心 已经僵掉了 你要去培养激律 就不能死的戒律了 是不是 那么 第三点 堪能心 这个堪能心的意思就是 我能承担 厌力负起责任 去努力堪能心 调伏心 那就是 我能够做调伏 做适应 我好多事情 用来去做调 我有足够的适应力 来调伏 调伏心 急净心 这个急净心呢 那么 这个 调伏自己 然后我们内心里头 又能够真正的能够清静下来 因为我们的心里头 如果没有静下来的时候 我们常常 波涛起伏 我们的心情 一直都不好 浪费了我们很多的心力 有些人 他说 我现在也没什么事情 可是我心态很不容易 你心态是不容易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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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现在 我为什么要 你去做一些事情 我现在都不用做了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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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起烦恼 为什么 因为他整天想的都是那几件没有解决的问题 所以后来我才看到说 外国对老年的一些研究 当然不足老年 这个年轻人也是一样 他如果不去参与互动的一些工作 这些东西 然后他在家里 然后整天就在想那几件 他很烦恼的事情的时候 那为什么他的脑子会慢慢的 机能会慢慢的往下掉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再用它 只是记得那几个没有用的东西 然后一直在烦恼 在那里起震恨 然后压力变得很大 又再加上 产生了一个整个情绪组合上的一种失调现象 所以 特别是老人 有些人是老人 然后来退休 后来他整天坐在家里烦恼 我说 老子你退休了 善善也没有问题 你要烦恼什么 嗯 善恼 孩子善恼不够就善恼媳婦 媳婦善恼不够就善恼孙了 孙了善恼不够 老妈要甘恼孙了 善恼 善恼 善恼不够 我也搞不懂到底怎么善恼 他说姐姐没有想 他怎么 连一个感冒 他说烦恼的要死 我说感冒是看医生 又不是看你 他说万一感冒 如果感染到别的东西怎么办 我说他的联想力 通通都是负面的 他讲给我听 老师 你不知道喔 你感冒是病发症犯 但在家里烦恼 你知道吗 是呀 我不知道 那个东西 医生看就好了 你在那里烦恼半生 你也不能对他怎么样 我说 而且 你女儿或你媳妇或你儿子 你女婿 他们会去处理 你如果喊姨弄孙 就过去帮忙一下 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不行吗 他们不行 我说晚上就 我们老的前面 我说不是啦 我们喔 也不是不行啦 但是我们 一直在那里担忧 这样你受不了 那些东西喔 可以做个家庭 不可以做个家庭 不可以做个家庭 放下 没有事情的时候 去做一点别的事情 这样的会比较好 一种都没什么事情 除了怀疗之后 也没有什么事情 我说有啊 去菜市场 今天买菜回来 今天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 哪一个地方 有老人家的老人的 去那里参加一下 公园人家在散步的时候 你也去插一下架 跟人家走一走 不就好了吗 我哪有那一位 他跟我讲 他怎么有那么多话可以讲 我说那你会讲这话 你怎么有那么多烦恼可以想 他就跟大家走一走就好 就是我们在研究上 确实发生这个问题 就是你一直停留在这几个点上 一直在review 新的东西都没有 所以慢慢的 记忆各方面都慢慢在衰退 自己不知道 然后呢 不断的一直都是紧张的 焦虑的 或者敌意的 憎恨的 那些东西 脑子里头 神经这个系统里头的 这些传导物质呢 一直都是会错乱的 会乱掉 那会影响我们的 这个身心的功能 所以要注意这种事情 我并不是讲说要去做什么事 但是做一点自己能做的事情 也是很好啊 有一个人很好玩 他说 小孩子 孙子我也管不了 儿子我也管不了 我说你怎么样 我看你还蛮年轻的啊 他说老师 我是听过你的话 去找事情做 我说你做 找什么事情 哪要做的 有很多事情 要做的呢 我说什么事情 嗯 到厨际去做志工 我参加那个 做这个 这个 这个 环保 那我多 我多办几次 会很好 我觉得很好 我现在 我自从做了那个志工以后 我就不再 现在都不再像以前这样 常常掉在那个地方去烦恼 他在跟我讲的时候 这就是 就是 老太太们的 的经验 他们跟我讲 我跟你讲 我们的 有一个邻居 他呢 他去练社区大学 而且呢 他越练 越有兴趣 他以前很会烦恼 他现在练社区大学 很好 而且 这个 参与那一些社区大学的活动 他感觉到生活也比较充实 我说 对啊 他好好 然后 更有趣的是 有一个人跟我 跟我讲说 他听说 有一个人 他去练什么呢 练 这个 中学里头的那些建修班 就是以前他没有练中学 他现在开始去练中学 他每天都要去上课 就很好啊 他有这个兴趣很好 不是的 他会告诉我 我以前会烦恼 现在没有时间可以烦恼 他都是晚上才上课嘛 晚上就不必 不用去想想的 白天呢 帮忙煮过饭 晚上我就 他就去说 我现在都比不 然后他再讲他 比不太烦恼 但是其实 在日本人写的 这个有关的高龄社会的 这些高龄人 他们能够维护的比较 生活的品质比较好 健康 身心健康 维持得比较好一点的 他们都会自己出去 回去做一些 这个比较有正向的一些工作 而不是在地方钓到腹向的那里头去 所以今天很有意思啊 我们的同学呢 在我们的群组里头 然后就讲 现在老了 没办法 所以身体也不行 就在那里哀叹 另外一个人就想说 哪有老而不衰的 但是衰也要衰得高兴才行啊 衰退也要衰得高兴才行啊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看一看 我说 我里面插了一腿 我说对 不高 一定要让自己心里面 要能够真正能够保持那份喜乐 那要不然也会很吃亏 问题是老不老是一件事 但是你内心里头能不能保持喜乐 这件事情变得很重要 那么我们知道 这里面这种事情 这个整个十种身心里头呢 那么内心里头平静下来还存善心 保持着一个善心 不砸心 内心里头不起种种的情然烦恼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无故恋心 这里面不产生执着 那么情然的东西 广心大心宽广内心宽广一点 这个能够宽大一点 你用这样子 然后用到我们的生活里头 我们以戒为师 这个戒里头 不管是我们是做律于戒 受善法戒 受众生戒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纪律里头 他对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很好的 我们就不会这样的 这个常常的缴互不清 我们说那叫离构地 那么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就因为能够这样的时候呢 他也进一步告诉我们怎么样 我们因为不杀 不道 不邪隐 不妄语 不两舌 不恶口 不其语 不贪欲 不就类撑 会想 跟离邪见 这里面就把它变成 我们能够去利益 安乐 慈 悲 你看到 第205頁 这个地方的倒数 第一二三四 第5行这个地方 就是 是最后那个地方 我们自然产生了一种 利益心 安乐心 慈心 悲心 怜悯心 受心所悟心 自己心 私心 大私心 这个私不是好为人私 而是我们能够去私法 我们也感恩我们的师父教我们的 所以我们每一次 那么练完了佛以后 我们在时候一定会 回拜法师 因为师父教导我们 那么所以我们知道 能够用这样子的心 好好的内心里头 没有那些矛盾 没有那些污染的时候 那么我们去待人接物 那么去化导众生 画欲求众生 要去画有求众生 要去画泛行求众生 就是要去把这些东西 画除掉 我们也能够去 去帮助别人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这个内心里头自然心中 常常有的一种决心 这个部分呢 我们称说 我们也就常常可以得见夺佛 常常可以接触到佛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所以 离构这件事情呢 跟我们的这个戒纪律呢 很有关系 所以过去呢 我给各位谈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 有位心理学家叫罗洛梅 罗洛梅呢 在他的一个讲到说 人的生病数据里头 最重要就是 他能够建立一套 他的一套生活思考 待人接物的一套纪律 但是呢 如果一个人的身心 有一套纪律的时候 他自然就健康 而且他自然也就 解决问题的能力 也都会比较好 然后呢 他告诉我们 他特别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有四个很重要的 这个纪律呢 是要我们 有这四个纪律的时候 我们在各个方面的一个成长 都会变得比较好 第一个呢 叫延缓报偿 第二个呢 负起责任 第三个呢 面对真实 第四个 保持平衡 无论你在工作生活 待人接物 乃至于自己的 生活上的一些调试上 都一样 第一个延缓报偿 什么叫延缓报偿呢 就是说我们都很想先 马上就得到一点回报 或者是我们的身体 很想得到一些快乐 得到一些享受 你看 我们多么喜欢吃的东西 我们都希望你能够享受一下 享乐一下 我们多么希望 别人能够肯定我 可是他告诉我们 他说你要延缓一下你想要的 把它延后一点 那延缓报偿干什么呢 延缓报偿的目的是 你不是我现在就要享受 而是什么 我先去解决这个问题 去处理这个问题 让这个问题处理好了 以后我才来享受这个事情的过 是不是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在他的生活当中 他说这整个的一个人的一个发展 第一条 如果一个小孩子 这个部分没有发展好 他回来 他第一件事情 就在那里滑手机 就在那里看电视 就在那里上网 他想喜欢这个 他没有做功课 但是有的小孩子 他不是 他会延缓报偿 我喜欢没有做 但是我该做的功课 我母亲交代 我要先把这个电锅或电子锅 要先把它按下去 或者我先洗一米 把东西做好 我的功课要先做好 然后我要玩再来玩 那我们就要延缓报偿 在研究上 统计上发现 那些回来会先做功课 或者会先帮忙 再来做事情 然后才去管他要玩的东西的话 但是他能懂得延缓 他原来想要享受的 延缓那个报偿 那你能够延缓 那他先把功课做好 先管方法做好的时候 考试考得好的时候 延缓这个报偿 好的报偿 后面跟得来了 我又有多大的鼓励 所以延缓报偿 第二个负己责任 人生好多的事情都是 你愿意负己责任 先去解决问题 我们现在来看到 这个小孩子 那么有的人在担忧 并不是只有这些小孩子 长大以后将来 他不太能够从小就 没有负己责任 没有帮忙做什么事情 还不打紧 他将来他可能眼睛 可能会严重的坏掉 所以前几天报纸还在 探这个问题 二十年后可能这些年轻人 有五十万人眼睛会失灵 有这么严重的现象 那么所以这事情 每一个人 他必须要对自己延缓报偿 我不是想看就要去看 我要延缓一下 然后我可以学习一点别的东西 第二个 我能够负己责任 对什么负己责任 对我的健康要负己责任 我会为别的事情注意着 但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好好的在我的生活工作上 去做一些努力 我们老人家 大家在群组上就讲 他说 你一定要好好学一点气功 马上又来 那我去哪里学 怎么学 怎么学 他说 你就在哪一个 他一会儿就传了一个东西 你上这个网站 可以学到什么 他会跟他 他会跟他 他的回答是说 看这些东西怎么学得会呢 所以也没有话讲了 要学的人在那边学 但是也可以怎么样 也可以你去注意 去看一看 打听一下自己比较近的地方 哪一个地方 有人在做什么工 也可以去学一学 那么问题是 他愿意负己责任 在工作上 他愿意负己责任 但有的人不是 有的人是得过且过 他没有真正负己责任 有的人很清楚 他能够系统思考 也有执行能力 他愿意在这样负己责任来 他在负己责任的时候 他的脑袋挂直受到训练 他负己责任的时候 他的报偿相对的提高 第三个是 面对真实 在你的生活工作各方面 你一定要面对真实 面对真实就是 我真实面对什么事情 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长处 有什么缺点 我清楚楚 我愿意去面对真实 我也愿意去面对 这个市场的改变是什么 我愿意去面对真实 我也去面对真实说 现在我碰到生活的情境 就是这个样子 我要面对这个真实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去面对真实 去解决它 要不然你怎么办 那就是你生活 你工作 你平常生活的一部分 那要去面对真实 看清楚 然后保持平衡 你要努力可以 但是你也要保持平衡 人我之间的平衡 感情理性的平衡 自己整个时间分配的平衡 你要去保持 你输掉平衡的时候 也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但是你看起来只有这四个领域 他说去这四个领域里头 他说慢慢你就建立了很多生活的激励出来 确实是这样子 这个激励无论是我们在平常待人接物的伦理上 也不离开这个问题 也不离开这个问题 这四个原则 因为我们待人接物理 我们等着 希望一直在这里 他为什么对我 没有对我夸奖 我的老板为什么不对我夸奖 我就是不爽 你不爽就不爽 是你 但是你知道老板没有给你夸奖 你自己很清楚是老板他没有夸奖 但是我确实做的老板他是蛮利的就好了 而且也许他就是有给你表达 但是你看不出来 有的人是用表达的方式 用他的表情 看起来不错 你觉得只有不错 他觉得不错这两个字 已经对你很大的夸奖了 但是当事人去没有觉得怎么样 他给你点点头 好 就这样而已 他说也不连赞美都没有 只有点点头说一个好 而且那个好 我不晓得好什么 难道他要给你灌迷汤 然后你才会觉得你受到了肯定吗 对 那这些东西呢 我知道我能够延缓一下爆炸 但是我还是 虽然怎么我还是继续该做什么 我会去做 我会负己责任 我还是面对真实 把事情弄得很清楚 我保持这些平衡 这些平衡太多了 你说你跟老板之间是不是也要平衡呢 当然要平衡 他是老板 你是伙计 要平衡 你知道的 你就去调整他 那么有的人家不是 他觉得本来就平等 老板什么了不起 东西还不是我做给他的 不是 他能判断那些东西跟方向 跟你去做出来的 这里面又有不同 所以要你能够保持这个东西 他看起来怎么 他在那个地方也有他的道理 并不是没有 但是我们能够保持这个 彼此之间的这个平衡 很重要的 我们在婚姻的生活 在跟亲子 教育上的东西 你说 在亲子之间的互动里头 这个父母亲不延缓一下报场 怎么行呢 你希望他表现得好 让你高兴 不 延缓一下报场 先慢慢地带动他 然后他觉得不错 你觉得慢慢地 你也感觉到不错 但是延缓报场 然后你要延缓报场 就要负起责任 负起责任 你等于要面对真实 我今天呢 这个 在我的书家里头 这个 找来 看来 这本书怎么是我的呢 我把它打上来看 哦 那是大陆出版的简体字版 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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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教导孩子的 的 社会的这样的一本书 我把它 把它翻一翻看一看 我说 嗯 这里边 这个作者是谁啊 那讲的还蛮有道理的 是真的 你 亲子之间 确实 如果你一直等着 希望他 好 那你确实 你应该 看到他现在好的部分 你能够肯定他 欣赏他 然后你诱导他 再去做一些新的东西 他有信心 他有主动性 然后 他的主动性 会使他 更努力一点 然后他慢慢的 因为你的诱导 他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回报 增加了他的主动性 产生了他愿意负己责任 而且越来越面对真实 那个面对真实的小孩子会来 会跟你讲 说 嗯 回来跟妈妈 或者爸爸 我今天很倒霉 我今天数学没有考好 考几分 八十几分而已 八十几分你还不满意啊 当然不满意 怎么个不满意法 就是考八十几分 人家有人考一百分 我考八十几分 我说 你有知道你为什么会考八十几分呢 有啦 我自己就是做错了 这个 在计算的时候 计算错了 所以才考八十几分 你说 嗯 你考了八十几分 虽然不满意 但你却能够马上再抓出 他的问题在哪里 我很佩服 以后 你在这里 你就可以展现得很好 所以以前我给各位讲过这个故事啊 我刚好去一个朋友家 他跟我谈得很高兴的时候 他孩子突然间拿了一张考卷来 上面我也看到了 他也看到了 写七十分 他问他 我问你 你考几分 那小孩子在那儿 不敢不讲 我问你 你考几分 你不会讲 是不是 你不讲 我要呆你 就是要 要给他 揍下去 那只好讲 七十分 接下去爸爸 七十分还好意思讲 你们觉得 怎么会交这种矛盾的事情呢 怎么会交出这种矛盾的这种话 是你叫他讲 他才讲 这样就没有再面对真实了 后来 第二天 我跟我的朋友讲 我告诉你 你的小孩子很不简单 你知道吗 他的人际智慧非常好 他的EQ也很好 他说怎么样 他七十分有什么好 我说不是 他是看到你跟我谈得很高兴的时候 才把那个成绩单拿出来 给你签字 他这个人会看 这个爸爸的 我们就说不简单 我告诉你 你的反应 你应该像我一样 七十分 你七成已经会了 还有三成不会的 现在会了吗 他说我们老师有在黑板上 都有教证过了 那教证在哪里 教证在背后啊 嗯 那你会了吗 会了 我出一个题目 类似的给你试试看 他会了 嗯 那这样子话 在爸妈的眼中 你是一百分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学校的那个七十分 但是你是一百分 很好 你已经把那时三十分学好了 你看 这只是把一个报场延到现在而已 然后他产生了信心 那他接着他愿意去负起责任 而且回去面对真实 他自己考不好 后来也敢跟你讲 他说我们不是 我们都做父母亲的人 在这个地方 没有留意这个事情 小孩子哪一个东西作业给你看 你一看了 然后都是看他的不好 哪一张图片给你看 看哪一个地方比较不好的 你就是马上就指点 千万不要这样子 你马上指点是 你我们不懂的延缓报偿 我马上就想得到 结果 我告诉你这样才对 但是你回过头来 延缓报长 面对真实 你就不是这样 你这张画 这个地方画得很好 哪一个地方画 你画了这个动物的耳朵画得很好 他眼睛看起来炯炯有神 好像在看着我一样 是不是 马上跟你讲 这一只 你画了这只动物 我觉得腿好像是不是 矮了一点 他马上跟你讲 现在有一种狗就短腿的 圆滚滚的那种 我就是画那种的 你以为他 那这只叫什么狗 你把他骂了一顿 其实他有他的表达方式 我还常常都记得这件事情 我想我的小孩子 小的那个 有一天他画了一个香蕉 画了香蕉 你看 我这个香蕉你看怎么样 我就嗯 可是很奇怪 我没有看过这种紫色的香蕉 这香蕉怎么涂整 应该都是绿色 变成黄色 加一点贴一点 那怎么会变成紫色的呢 他说 他跟我讲 我就希望 能够看到紫色的香蕉 哦 是这样子哦 若是这样的话 你应该在这边写一个 写几个字 我真希望看到 紫色的香蕉 你知道他们老师这张 图画下来的时候 在那边评你评什么呢 祝你早日 看到紫色的香蕉 他有一只画了一只狗 全部都是图红色的 我说你如果 他说我没有看过 全部都是红的 这么鲜红的狗 他也这样写 他老师也跟他讲说 祝你早日会找到瑞兹狗 而且 上面呢 这个还蛮肯定他的 结果 有一天 我到普里南投那边去演讲 他们车子来接我们 我都演讲 顺便带着小朋友到那边去 那么 就在往普里的公路的旁边 以前公路的旁边 卖香蕉的 然后我们就会说 买一点香蕉等一下 这个我们也可以去跟师傅分享 他说好啊 然后下来了又说 你看 我要找的紫色的香蕉 你看就在这里 他雀跃的不得了 那所以 有时候带小孩子 你用 完全武断的东西 有时候还不见得是 你去想想看看 到底他是在做什么 看他去做表达 对一套 生活的一套思考 待人 接物 它慢慢形成了一个 他的一套思考的纪律 他的创意的纪律 有时候你不能完全把它否定掉 你不能把它否定掉 所以 这个 写一篇作文 有时候看看 我的小孩子呢 在 这个 国小的时候 他就会写文 老师鼓励他写文章头 搞国宜日报 前不久我在 整理一些东西 都是小朋友的 然后 我就 跟我孩子讲 跟我儿子讲 你以前国小的时候 那些东西都还在 老爸 那你帮我留 你现在不要去整理它 那是我的 我说好 我一定帮你保护的 我只是跟你讲 我哪里以前你那个国宜日报 那个 登出来的那文章读起来 难怪你考试会考得这么好 光是你的作文就已经很好 他说你多夸奖啊 但是真的 儿童写的东西 他用儿童的角度来看事情 跟我们大人来看事情 角度并不尽然完全一样 他也在那里看 在一种思考 一种不同的一套方式 那这些东西呢 我们知道 那一些所谓一套生活的思考的纪律 生活的纪律 待人 接物 工作 各方面 这些东西 先往来以后 它能够融起来 而且在那边可以继续不断地产生新的纪律出来 这是教育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有时候把这件事情结成说 纪律这件事情就是要严管 要训练 那就把一个人给训练 训练是死盘版的这样子了 这里面讲的离构地就是告诉我 我们不管在生活工作情绪心情各个领域里头 我们有一套纪律 但这一套纪律不是死盘版的东西 是一个它能够随时随地保持的离构 没有在那边能够把他的矛盾 把他这里面的错误能够怎么样 能够从里头排除出来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么一个人基本上离构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能够做得好的时候 那么我们内心里头的结 打的那个结相对的就减少 这个部分在《范王经》里头 那么它称为叫做善会地 那么在这部经里头善会地 它特别提到这件事情 它人生本来有很多的难题 但是把它归类起来就是三种苦 你看到206月最后一行这个地方 所谓的辛苦苦苦坏苦 是我们人生所碰到的这些种种的苦 我们平常为了维持生活 平常要是生活是不是辛苦 我每天要去求知要去努力 这都是辛苦 那么有的辛苦 那么还有一个 是我在苦里头 我想不出方法 我的苦里头又增添了很多的苦恼 我的成绩没有 我的预计好 我内心很欲足 所以我现在也不想念 这是苦上加苦 那个辛苦完了以后 就变成苦 产生了苦苦 那么这个苦苦到最后 人生虽然没有意义 那叫坏苦 这个有一些事情 我们在认识 本来它就是苦 佛告诉我们 苦是圣地 苦我碰到了一些困难 我愿意去解决它 面对它 解决它 然后我自然而然 也会增长很多新的一套智慧出来 那我也能放下它 对 辛苦 苦苦 坏苦 什么叫苦苦呢 就是我苦里头 又加上了很多错误的东西 进去苦上加苦 那什么叫坏苦呢 因为本来我们就面对了 很多生殊异灭 是不是 这个人生里头 如果我的经营的方式都没有改变 人家素肠再改变了 那这里面 你的这一套东西 不适合这个坏苦 这个经营 这个又会坏苦 我们的身体里头 联老随着联系也会坏苦 是不是 我们住的房子也会坏 我们所用的工具也会慢慢的坏掉 就是会 但是这些苦一定要怎么样 它告诉我们的就是 我们要用善慧 我们能够有一套很好的一套纪律去运用它 但是我也能够有一套纪律不断去更换它 去不断地去重新组合它 所以戒律这件事情的修行 让我们的苦不会陷入这个苦的一个漩涡里头 所以它称这个地叫善慧地 那么人有美好的智慧 其实你看起来 跟一个人的人生的智慧是有关系的 我以关系常给各位提到这个问题说 在心理学里谈到人格这件事情 人格 每一个人的人格都不一样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人格特质 但这个人格特质 心理学家把它分成四个部分来解释 一个呢 自由性 一个人的人格的自由性越好 越自由越好 什么叫越自由呢 我们讲说那我爱做什么就是什么 我爱怎么做什么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做不是很自由吗 我爱讲什么就讲这是自由啊 是 我们要把它分清楚 这些心理学家告诉我们 人权的自由跟我们的心灵的自由不一样 人权自由是人权上规定的这些 要给人权的自由 你可以有言论的自由 你可以有各方面的发表意见的自由 你可以居住的自由 迁徙的自由 有各种自由没有错 可是心灵的自由 他怎么说呢 他说你在这里 你换了一个情境 你还是能够适应得很好 这表示你有自由度 你的自由度比较好 你的老板看到你在这里工作 觉得做得不错 有一天跟你讲说 你是做技术的 我看你很好 市场那边也需要技术 你是不是那边 过去那边帮忙一下 从这边到那边 有的人自由度很好 他想说好啊 去试试看 可以啊 他很快又把那个经营的市场的那个部分 而且不止如此 他还把那整个的这个财跟会计 他很快会去把它接触 所以他的自由度很好 自由度在整个人格的一个世界里头 自由度好的人 环境改变他还能够适应 自由度好 所以年纪大了以后 他在联老的时候 适应一个联老的时候 他自由度也比较好 为什么 但是有的人他觉得 我老了 我已经失去自由了 但是不是 他内心里头 他有比较多的 他能够自由的去 去面对他 那么 我们看到 人格本身 自由度越好的 那个人 那么 他叫人格的自由性 这个人 他在生活上适应力 就会越好 所以 学习适应力 学习更多的 生活上的一些纪律 来解决问题 表示这个人的自由度越好 但有人觉得说 这个太复杂 我不想学 这个东西太难了 我不想学 这个东西 我没有兴趣 所以现在有蛮多的人 他就蹲在家里 当加利顿 就走不出去 我已经碰过几个人 他说 本来有工作 工作出掉 他说他要考 国考 最后来很严重 走不出来的 那个人 他找我谈的时候 他已经在四十几岁了 他光是考国考 就已经考了 快要二十年了 要考国考考二十年 那有没有考呢 有 他到最后 后来没有考 但是还是跟家里的人讲 他准备国考 但是现在我也看到 黑学年轻人 他以这个当理由 叫唐赛 他为什么 因为他失掉了 他自己的自由度 他要出去工作有困难 他的自由度不够 所以他就一直 锁在那个小小的 他的家里那个地方 他没有办法去面对 各种不同的 他只要出去 很快就觉得很受伤 这样回来 他觉得 到最后那些 也有很多的 这个愤满 这个愤愤不平 然后那些又走不出去 他的自由度几乎都 慢慢地就封死了 所以自由度 第二个呢 这个个体性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优点 长处都不一样 但是有的人 他容易发挥 他自己的 这个个体性 有的人 他 好像 挫败了以后 内心里头 形成了一种自卑 就把他的优点 也垮下去 有好多的小孩子 年轻人 是掉在这个地方 这些呢 如果他能够找出一点 他自己的优点 可以去发挥的时候 因为他又重新振作起来 所以 有一个人 他带他的小孩子 来跟我谈的时候 他小孩子 就是高中毕业 什么也不念 本来说要准备出国 后来再就是 觉得 我跟他谈下去了以后 我就问他 我说你 对什么东西有兴趣 他说没有 什么兴趣都没有 他母亲坐在旁边 有 他就是喜欢吃 他就看看他 我说好 你喜欢吃 你会去买吧 他会 安妮买 会拿到什么好吃 你有没有想过 去做一做 去做一点吃的 他说 他最会买 都是买西田便包 各家不同的 都买回来 我说 你为什么不去学这个呢 你一定有这个天赋 后来 他学了 这一方面的东西 他还跑到日本去学 在这方面 他后来 真的是很有拯救 他还练了日本的烹烹烹烹烹烹这一类的东西 他信心非常好 所以每一个人的个体性不一样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彼此考得很好 但是他做得那么好 彼此考第一名的 你叫他去做 他做出来 你什么吃 你都不敢吃 为什么 因为他有他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有的人他去卖东西 他的人际非常好 有的人去做基层的工作 他会做得很好 他内心 智慧性很够 他一些东西可以做得非常好 所以每一个人不一样 个体性 要是社会性 每一个人他跟这个人际相处 跟社会相处的这个社会性也不一样 那么社会性如果没有发展出来的话 变成孤立的也不行 但是社会性也并不是我们所谓的公共关系 这个人际关系跟公共关系不一样 公共关系就是 我跟你之间保持着一种公共之间的关系 那是个public relation 但是这个是interpersonal relation 你跟人与人之间可以同理可以互动 可以产生什么样 人际沟通好是从这个地方发展出来的 光是只有公共关系是不够的 但是我们知道 人际智慧好的人公共关系也会注意到 但只有做公共关系 人际智慧不行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 所以这两个人也是我们一个人 他也在内在就要长成一套 培养成一套纪律才可以 那是意义性或者宗教性 也就是内心里头有个人生观 也有个人生哲学或者一个宗教的信仰 这里面也很重要 那么所以我们说 这个内心里头有这么一个价值观 在那里 有一个人生哲学在那里的时候 他的人就有方向 他觉得我带人接物就有一个 他有的一种 我们想说他这个人是有格调的人 他带人呢 有他带人的这种风格 是有慈悲心的 而且能够关怀别人的 他的人 他对人生在工作上也有一个方向 他的方向 我虽然就是在做事业 但是我也觉得 我在做事业上 我觉得做人 就是要好好的把一个事情做好 而且在这个地方 我不做出伤害 影响别人的一些健康 或影响造成负面的东西 我的产品 我的努力 我会好好的去做 那些人呢 他们所谓的意义性或宗教性 会比较好 那么所以 这个我们看到了 说这一套戒律慢慢建立起来以后 那么这个 自由性 个体性 社会性 意义性 这几个 完全都是要靠着我们一套 生活的一套基地去把它组合起来 所以一个人在他的生活当中 在家 并不是用眼管去教小孩子 而是在真正的诱导 平常的修行上去建立的 我们人生 自己的人生 在修行 在努力上的时候 我们也并不是拿着戒律整天在挑剔自己 不是 我有些东西能够做自己努力 我做多少 有些东西我没有办法做那么多 我很清楚 我以后再去做 所以我以前曾经跟各位讲过 如果学佛 你到最后就整天拿着一个一百分的东西 一直在把自己挑 然后会 有些人学佛学王的内心里头 一直都觉得有一种自卑感 或者是有一种内心里头 好像觉得一种很大的压力在那里 我说不是 你能做 可以做 要好好做 做多少 我说 那没有了 没有做了怎么办 我不是教你没有出息 你做到那边了以后再来看下一步怎么做 学分不是一下子修完 如果老了怎么办 没办法做了怎么办 我说老了 你现在就练佛 你现在练佛跟佛也产生硬感 佛的智慧流到你的心 你现在就练佛 有一天你老了 你还有一些还没有做完的 在极乐世界再继修 没有修完的学分到那边再继修 为什么 因为那里诸上上人 这个集会一处 同聚一处 那个地方 而且每天你在那里 各以一格圣诸庙法 供养师方诸佛 还可以在那里学习 所以你要好好练佛 有的人听我讲完 因为感觉到说 我不是教你没出息 我还是教你不要把自己 变成一个 这个戒变成一个 完全给绑住的东西 所以戒而五戒 戒是让我们训练产生智慧 让我们产生得见多佛 能够见到更多的佛 就是这个道理 那后来我们就要去讲发光地 这个部分 因为离构地以后 我们先叫发光 这个发光 谈的是四禅八定 各位你想想看 这个主题要到下一次再谈 因为下个礼拜好像是端午节 但是我们今天起一个头 你留意做一个问题 这个发光地这件事情 它跟四禅八定 在《华言经》里头 它告诉我们一定要是有四禅八定 因为只有这样子 我们的心才能够真正的放光 那么我们产生了很好的智慧 那么即便对我们的人生 也产生了我们的心地 是真正稳定的 这里面呢 谈到四禅八定 其实是 我们觉得说在禅里头 它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讲到修这个禅定 其实禅定 真正你到禅堂里头去静坐 这个部分呢 只是一个最基础的 我们从静态里头去修这个禅定 每天有一个时间呢 让自己 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高中的时候 幸运大师跟我们讲说 你每天要有二十分钟的时间 这个静坐 我当时就下声决心 我们每天静坐 我今天还把我的静坐的谱团 还有这个呼吸 通通拿出来晒 因为这个天气看起来比较好 把它晒一晒 这样做 好了 你每天有一个时间 像帮腿做个调理一下的时候 身心调和的会比较好 那这里面科学的研究也告诉我们 你每天有一个时间静坐 他说呢 它可以促进我们生理跟情绪的健康 他们是从科学上去证验 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的 因为这个最后部分呢 哈佛大学更早一点 在七零年代八零年代那段时间 他就医学院呢 就提出这个报告出来 他说那个残坐静坐 那么超觉静坐 他呢 让我们耗氧量减少 我们这样做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 身体的耗氧量减少了 那我们平常我们跑去睡觉的时候 你以为耗氧量减少了 不是 他静坐二十分钟 身上他的耗氧量的效果比睡眠 相当于睡眠六个小时 耗氧量减少 你身体好很多的东西 耗氧量多 你的自由肌残留在身体的自由肌就多 那所以你也能够把它静下来 耗氧量减少 他呢 帮助我们 他说检验到皮肤的电阻提高了 那表示我们比较不紧张了 抽那个血来检验的时候 那么 二十分钟的静坐完了 血乳酸 下降 它是焦虑的指标 那我们身体里头又是紧张 又是焦虑 把这些睡眠的时候 睡得当然是比较差 身体的调味也比较差 但是我们只要稍稍地让自己静下来 但是这个静坐 在我当时 新闻大师要求我们这些年轻人跟我们说法 所以我们讲说 有二十分钟静坐 对你很有帮助 我也很长进 就开始静坐 这个 我觉得 我现在用的那个谱团 是静空 然后是送我的 竹子座的 竹子座的那个 我现在做的这个 但是后来再做这个 没有 那第一次它定的那种 后来我在台北市 这个教师建修的那个中心那边 开了一次课 有两百多个人 当时也定了 他们要的人也都各自定了 我说这个东西是薄 以后可能没有人会做这个东西 那竹子座的 它竹子座的 像夏天你做的时候 你会觉得比较不会热 而且它竹片 用竹片做出来 但是坐下去的时候 它有一点点 反而你觉得感觉到比较稳 它有一点斜度 当时静空老师跟我讲说 他拿给我这个 就是当过去残年 他们所用的这个送给你 后来我们这里也有定做 用完了 以后大概也没有人 会去做这样子的东西 但是有没有都没有关系 你用普通的补团也可以 你坐盘腿盘不来的话 也没有关系 就坐一个比较矮的椅子 然后两只膝盖 拿一个这个锡垫稍微垫着 然后你觉得这样可以 放松就可以 每天坐一下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慢慢的 它产生了一些很好的效果 因为你的皮肤电阻 你的耗氧量减少 皮肤电阻升高表示紧张减少了 那我们的焦虑度也减少了 那么老婆呢 也会跑到这个老婆的这种效果 所以有时候 我们就坐在普通的这个椅子上 不要偏着 不是仰靠着 坐着 那叫正经 就是我们正经 就是这样子 坐 坐在这个椅子上 不要靠 那很专注的 坐个十几二十分钟 其实是很好的 而且你专注在你的呼吸上 它所产生的这个效果 会很大 这是一个常的很根本 一开始的一个部分 从静态 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 在你平常行动生活当中 你心情你就定下来 你就是感觉吸一口气 让自己心放松下来 你就坐在捷运上 或者回家坐在公车上 有地方坐 你就坐一下放松一下 或者这个你开车就不能这样子了 那这个要稍微放松一下 所以很快你会觉得 得到很好的一个调节 的一个效果 那么所以 因为能够这样的一个调节 脑波也在 所以身体、身心调和得好了 那么所以 我们的智慧相对会提高 那后来呢 这个James Austin 他的研究里头就发现 因为这个 他是到日本朝中中去学 然后他本来就学神经科学的 他回去研究这个东西 他发现 那一个静坐 会使我们身体里有几个不同的系统 直觉的系统、记忆的系统、思考的系统、直觉的系统、情绪的系统 他变成一个协调的刚刚好的 那个协调最主要是情绪 情绪呢 我们情绪总是有过去的一些经验 复杂的经验 但是呢 我平常的时候总是有一些东西会想起来 或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会跟得出来 不过当我们的前寇带回那个地方 他比较soft 比较柔软的时候 他的扫毒效果比较好 所以这冲动各方面的东西会减少 情染执着会减少 我们的智慧会相对提高 我们的生活上做事情的一个灵悟性 或者是包括我们的思考、能力、专注性都会提高 当然人年老了以后总是免不了老化 慢慢记忆比较差了 不过总是不能太早这样子吧 但是所以呢 像四围高中、东山高中 现在还有好几个 就是说他们让学生上课前 那静坐个三分钟或五分钟 这样子然后再上课 甚至于呢 这个上职业科的 就在进职业科的工厂 比如说要进去做这种车转工 那什么工 那他们在那里要进去立的立场 坐在那里立场 站在那里 然后接下去 这个在这个工厂里要工作 就是要学习的时间是两个小时 他们发现这样做完了以后 他们发现学生的效能提高还不打紧 发生错误发生意外的进行大大的减少 大大的减少 它确实是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谈到 说发光地这个部分 新 我们在对象 四禅八地是出禅 二禅三禅四禅 那么这个空无边处 四无边处 无所有处 非想非非想处 这总共就是这个 但这个部分 这个科学的研究也证实 它对我们帮助是很大 那么我们看到 我们的信中里头 我们能够入这种 所谓的四禅八地的时候 它也是一样 要入第三地的时候 它是告诉我们 我们内心里头 还是有个柔软的 这个精进坚固的这样子的心 并不是我要去修这个定 好像我什么都不要了 它不是 就是发这个身心 除了清静、安住、厌舍、离滩、不退 可是还要坚固 还有明圣、勇猛 勇猛就是勇猛精进 还有广心、大心 这样子才行 那么所以 在这里面修禅的一个法门 以前 大家 我们没有真正的深入去做 我们也说 修禅定就是静坐 我什么都放下了 我会讲 老师我现在什么都放下了 我说很好 在禅堂里 你能什么都放下很好 但是你在平常生活当中 能够把很多的心结放下 能够把很多的不安放下 在人心结真正能够冷静 产生 真正能够产生发光 让心可以发光的 那么我们下一次 那么再来给各位 谈这个发光地 特别是四禅八定 我常常都会跟大家讲 说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如果能够真正的 能够学到初禅 光是有初禅 我们就很够用了 初禅是绝观喜乐一进进 五个因素 让你保持 你用呼吸 心产生了一种 还是警觉不适 刚开始还是渾身欲碎 但是你真的有这个训练以后 那浑浑的浑浑噸噸的那个心 也会慢慢 也会退去 这个有这个觉 有观 我们起了正观 那么这里面 有的经过心里面产生了喜 喜 欢喜心 那么乐 喜是跟我们感官有关系的 乐是我们内心里头 就是顺利 我都能够在那边能够乐知 那是乐 内心里头保持平衡跟专注 我觉得在我的看法里头 我们现代人如果在家 我们平常能够把初禅养成生活中的习惯的时候 就很好了 我有时候会这么想 会回想说 好多人就问我说 那你练高中的时候要做生意 要干什么东西 那你高中是怎么练的 你的成绩怎么样 我跟他讲 我说我的成绩从来没有过让我困扰 没有考过前几年 但是我多数 每一科都会低空列过 他们就觉得 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也没有考过不及格 但我告诉你 有一次只有三个人数学 只有三个人及格 我也是集中了几格的一个 我就保持的 所以我后来 我常常讲 我说生平无大致 只求七十分 但是还是可以 但是我觉得 我每天 后来回想起来 我每天打坐有关系 虽然要那么忙 但是我很先听一下 老师在讲课的时候 我很专注地在听 还不止如此 我有时候还会记一点笔记 所以很容易 把很多东西就能够 那我的时间也充分地运用 我要读英文 背英文 很简单 早上起来四点半 起来要吃饭的时候 吃一吃 把耐克英文 同时把它看一看 然后就把 那个夹拉车要运货 那在车把那个地方 这同一个东西 把那本书插在 翻到那页插在那个地方 然后就去夹拉车了 我在送货呢 从宜蘭到罗东那十公里 这柏油路啊 我就回想 哪一个地方 忘了就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就把它插回去 我用回想法 所以 连背中文 念那个国文的课本 我也是用这样背的 所以都很好 我要背的东西都在脚拉车上背 那好 其他东西可以用回忆法 回忆一下 不会的时候 到那边拿出来翻一下 所以用回忆法也很好啊 所以心定下来的时候的效果 它有很多的好处 在待人皆无上心定下来更好 心安定下来的时候 我能够做事业做什么事情 影响很大 所以我觉得出禅 光是修出禅 对我们的人生帮助 真的是有很大 对你的健康 对你的事业上都很好 好 我们今天只是 对这个发光地 四禅八定 给大家做个演员 那么 下一次 我们再来谈 这一部分的一些 对我们的极有意义跟丰富 让我们丰收的 值得一种修行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来的佛 是 是 那一些人